有灵性的猫 李小姐学佛多年 闲下针鱼就会到寺庙里当义工 每个月也会做一些奉生的善举 李师姐 你今天来庙里当义工吗 是啊 今天有时间 所以就到庙里来帮忙 对了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嗯 我想李师姐今天 可能会来这里 所以特地来找你的 特地来找我 对呀 我们明天准备到河边 去放生一些鱼虾 我想这样的事 师姐一定会参加的 所以就来问问你 放生这种事情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我明天一大早 就去市场买些鱼虾 然后和你们一起去放生 嗯 那明天我等你 李师姐 每次放生的时候 救你放生的动物最多 如果我们不去救这些动物的话 它们可是会被杀死的 所以有机会 我就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去救它们 哎呀 那只小花猫好像受伤了 我们过去看看 小花猫 不要怕 让我看看你受伤的地方 好吗 它的后腿 好像是断掉了 要赶快帮它治疗才行 嗯 我们快送它去动物医院吧 就这样 李小姐将这只 受伤的小花猫带回家照料 并给它取名 叫做小可 小可 你可要多吃一点哦 医生说了 你现在需要补充营养 也要多休息 才能尽快康复哦 妈妈妈妈 小可怎么样了 兽医说了 小可的伤不是很严重 只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就会好起来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小可 你可要赶快好起来哦 等你好了 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 半个月后 小花猫的伤痊愈了 而它也留在了李小姐家里 每次李小姐外出 小可都会送它出门 当李小姐回来时 小可则会在门口迎接 而李小姐的儿子 更是和小可 成为了好朋友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啊 小可 你也担心吗 我想妈妈一定是 有事情要做 做完它 很快就会回来的 是妈妈吗 不是妈妈 太好了 那个小孩竟然自己一个人 把它卖掉就可以赚一大笔钱了 你要干什么 妈妈快来啊 你再叫 我就把你掐死了 可恶的猫 妈妈 救命啊 救命啊 有人偷冒小孩啊 快抓住它 可恶 今天竟然被一只猫坏了好事 快追 别让它跑了 在邻居的帮助下 人口贩子被逮捕了 经过审讯 才知道 它经常在各地 偷拐那些无人看管的小孩 去贩卖 而且屡屡得手 没想到今天 竟然因为一只猫 而落网了 小可 真的很感谢你 今天 如果不是你的帮忙 我就永远再也见不到小凯了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李小姐一家人 对小可更是格外的疼爱 可是 在一个夏天的傍晚 小可却失踪了 小可 小可 你跑哪里去了 小可 天黑了 该回家吃饭了 怎么了 你们家的小可不见了吗 是啊 以往这个时间 她都会在家门口等我回来 可是今天 却没有看到她 会不会 是跑出去玩了 猫咪 好像都是在晚上活动 不对 我们家小可 不会跑出去那么久 也不回家的 对了 今天早上 我看到 对面烤羊肉串的老王 拎着一个大袋子 在我们这里徘徊 小可 会不会是被她抓走了呀 啊 烤羊肉串的老王 她抓小可做什么 你不知道啊 现在那些烤肉串的 都宣称自己用的是羊肉 其实 为了赚钱 他们都会抓一些流浪猫 然后用他们的肉 来冒充羊肉 啊 怎么会这样 我也只是猜测了 再说我们又没证据 就算去问她 我想她也不会承认吧 从此 小可再也没有回来 没有人知道 她去了哪里 半个月后 烤羊肉串的老王 来到李小姐家求救 李小姐 救救我 你一定要救救我呀 救救你 是啊 李小姐 这大家都说你是学佛的大善人 你一定有办法可以救我的 可是我该怎么救你呢 而你又遇到了什么事情啊 啊 你的脸怎么会这样 李小姐 李小姐 我知道 这是报应降临在我身上了 李小姐 求你帮帮我吧 难道 难道我们家的小可 真的是你抓走的 是的 那天 那天我在这附近 抓了几只猫 杀掉后 猫冲羊肉烤来卖 小可涌动人贩子的事 我有听说啊 我杀掉这么重情义 有灵性的猫 实在是极大的罪 我想来向你认错 可是又提不起勇气 没想到 才几天 我的脸竟然变成这样了 现在我没戴着口罩 都不敢出门啊 自作孽 终遭暴亡 李小姐 您是善人 请您 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呀 老王 我想你现在 只有诚心忏悔 多行善事 才能弥补 你犯下的过错 好的 我发愿 我老王 从今以后 一定改邪归正 永远 不再杀生 老王 按照李小姐的教导 不再杀生 并将自己 所害生灵的骨骸 全数收集火化 并放置于桃子中 入土于寺庙后山 李小姐 真是太感谢您了 我按照你说的做了以后 脸已经 慢慢开始好转了 老王 以后你要多做一些 放生 互生的善举 我想过不了多久 你的脸 就会恢复正常了 嗯 天地间 所有的生物 都是有灵性的 而杀生的人 则触犯了上天 有好生之德的慈悲 到头来 必定自食恶果啊 有好生之德的 不错 有好生之德的